于泽成回到加州,第一时间就询问翠萍当时的情况。 听完翠萍的描述,于泽成安心了很多,至少翠萍是不会骗他的。 可为什么陆桥山却说左兰已经死了呢? 还有为什么马葵会出现在现场? 难道马葵已经与其他人密谋过,这次的出现也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。 另一边,无尽中几人来到了医院,看到马葵与左兰的尸体也很困惑。 马葵与左兰都是共党,为什么会在外面被杀呢? 这时警察局的人汇报了现场的调查结果。 很奇怪的现场,女的背部中枪,男的正面中枪。 这些我都看见了,现场还有别的线索吗? 应该有,男的下河脱臼,四颗牙齿脱落,中枪前应该受到重击。 受到什么重击? 拳头或枣,不会是棍棒和铁剂。 从窗上来看,力度很大,不会是另一丝这所为。 应该是一个男人,而且是强壮的男人。 强壮的男人,我觉得就是这几人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,这个人其实是翠平。 第二天,左兰牺牲的消息被登上了报纸。 虽然现在很多消息都指向这个事实,但余泽成还是不愿意相信。 心里很难过,是吧? 谈不上很难过。 有点。 去看看吧。 在陆金医院爱惜间, 等个别。 站长, 这不算痛笛吧? 想多了。 没有人情的正是短命的。 干吗? 这道掀开白武器, 余泽成一直怀疑这是一个拳套。 因为翠平坚信作蓝没事, 那是他唯一愿意相信的消息。 现在他相信作蓝真的不在。 只有背后一处中枪, 说明翠平看到他最后一眼的时候, 他已经不行了。 可是还在微笑, 微笑着让翠平走开。 这个女人施展的任何一点都值得去买。 闭上尽情的来碗, 但要尽快过去。 从太平间出来, 李牙对余泽成解释道, 现在的余泽成, 想杀了对方的心都有, 但嘴上却说, 李队长, 千万别为这事有负担了。 余泽成明白, 自己绝对不能表现出太伤心的表情来, 因为佐兰的死就是为了保护他, 他不能让佐兰失望。 回到家里, 余泽成一句话都没说, 只是翠平在一旁哭着骂自己没用。 他说我安全就是你安全。 他说我安全就是你安全。 最好都是道理。 还是背脚不够狠。 第二天上班, 下面的人将佐兰的遗物交给了他。 看着佐兰留下的延安文集, 余泽成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读着, 不管是在工作的地方还是家里, 似乎只有这样, 才能让他的内心平静下来。 金四军是革命的队伍。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。 佐兰统治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统治。 人总是要死的, 但死的意义又不同。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, 人故有一死, 或重于泰山, 或轻于红马。 看着余泽成就像走火入谋了一样, 翠平很心疼, 想上前劝阻, 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。 这时, 上级派来的联络员上门了。 在确定了对方的身份后, 余泽成请对方坐了下来。 这次上级派的联络员是罗老板, 也是他的领导, 街头地点是他家附近的一个书店。 晚上, 余泽成交戴翠平一定要练习写字了, 因为以后有情报可能会让翠平去送。 如果他不会写字, 而总是去书店的话, 很有可能会引起他人的怀疑。 第二天, 陆乔山找余泽成聊天。 李牙现在依然是这里的二号人。 也难怪陆乔山会这样说, 他对副站长这个位置觊予已有, 前几天才刚刚把马会这个竞争对手给除掉, 本来他当副站长已经十拿九稳了, 可现在又蹦出个李牙。 陆乔山的心情可以理解, 但旁边的余泽成却很满意, 表面上装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 内心却在想, 副站长位置的人选越模糊对自己越有利。 想着这些, 陆乔山放在桌子上的一份绝命文件, 引起了余泽成的注意。 他看似无心地脱糟着现在这些保密文件。 你说现在是绝命文件呢? 他骂的都是红小孩儿的, 随便什么文件都得打上绝命。 是, 这主要是警察局跟县兵森林部的事儿。 陆乔山也没多想, 将文件递到了余泽成手上。 余泽成也随意地读着文件的名称, 然后又交还给对方。 两人互相发了一会牢骚, 陆乔山就离开了。 余泽成知道这封文件马上就要送到机要室了, 自己想看上面的内容, 就必须赶在陆乔山交接之前。 想完, 余泽成立刻给机要室的秦科长打去电话。 哦, 秦科长, 你马上到会议室去一趟。 你那怎么那么乱啊? 人多手杂的, 把伯恩贵钥匙带上, 马上过去。 果然, 当陆乔山取机要室后, 由于没有钥匙, 密件无法存档。 此时, 秦科长正在被余泽成训话。 无纳的陆乔山只能带着文件来找秦科长。 跑得也太快了, 被存这个文件我跑了两趟了。 对不起陆书长, 回职, 我一会儿送到您办公室。 陆乔山离开后, 余泽成找了个理由, 又将秦科长支开。 就这样, 余泽成如愿地看到了这封文件。 晚上, 崔平问余泽成他与佐兰的关系, 到底是不是外界说的那样是相好, 得到余泽成肯定的答复。 那你他妈的不告诉我。 我要知道你们是这种关系, 我在他牺牲前我就会告诉他。 我跟你这是假的, 你肚子里只有他。 他。 他遍之前有个名字, 心里会美的。 以前崔平一直认为, 余泽成与佐兰的关系, 和自己的关系是一样的, 都是假的。 可现在得到余泽成肯定的答复。 崔平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。 是啊, 自己的恋人被害。 他只能在没人的时候自己伤心, 有人的时候还得装出一副没事人的样子。 这已经是对他的一种苛责了。 第二天, 余泽成来到书店街头, 在与罗老板对上安号后, 余泽成将情报汇报给了对方。 叛口协议现在已经是一张废纸了。 刘志马上就要对中原部队动手, 为怀度南京县里。 现在等待的就是天津这边的战略物资。 南京密林, 物资火速运网驻马店和武汉。 首先攻击的最大可能就是热额中原县念部。 这是详细情况? 对。 好好, 我马上向上帝汇报。 还有什么情况? 没有了, 就这些。 罗老板也有一个任务交代给他。 原来共党内部出现了一个叛徒, 叫袁佩玲。 因为这个人一直在做组织工作, 所以知道很多据点的信息。 目前为止, 已经有好几个地方, 共40多人遭他举报被抓。 现在得到情报, 国民党方面打算将这个叛徒送到北平。 现在他刚刚抵达天津, 上面决定查出他的下落, 在天津除掉他。 现在罗老板只需要余泽成查出他的下落, 动手的事情他会安排。 这个袁佩玲到达天津, 自己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收到呢? 回到保密局的余泽成分析道, 既然这个袁佩玲是由国民党军队抓的, 那么他一定是在保密局手上。 而如果是将这个人放在宪兵队, 自己肯定会收到汇报。 而警察局更不可能。 因为那个地方, 鱼龙混杂, 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。 经过排除, 余泽成认为, 这个袁佩玲很有可能是在陆乔山或者李牙的手上。 得出这样的结论, 余泽成还不能轻举妄动。 因为这样毫无头绪的打听, 很容易暴露自己的意图。 只能等明天了, 余泽成这样想到。 回到家里, 翠平正在练习写字。 看到对方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, 余泽成告诉他, 这几个字很有意义, 但是不能写在纸上, 只能写在心里。 这时, 翠平告诉他, 周亚夫搬走后, 旁边又住进来两个人, 是小俩口。 通过窗户, 余泽成发现, 这个女的竟然是婉秋。 想不到她会住到隔壁。 余泽成没有告诉翠平自己与婉秋的关系, 只是告诫他不要轻易相信别人。 晚上, 余泽成对翠平说了上面安排的任务。 翠平来了兴趣, 表示, 找到他之后我可以解决。 余泽成却说道,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他的隐藏地点。 其实翠平很想帮忙, 可总是插不上什么手。 前几天好不容易独立执行任务, 最后还让左蓝被害了。 要说他心里不愧疚, 那是不可能的。 第二天, 翠平来找吴太太聊天, 可这时的吴太太, 却在忙着找那个丢了的红中。 翠平知道是自己拿走的, 于是便说道, 那你甭找了, 马太太不都走了吗, 咱也打不成了。 可吴太太却告诉他, 北平的乔战长和他太太要过来, 他太太可爱打牌了。 从北平过来? 打麻将呀, 这么上瘾的。 不是, 乔战长过来啊, 见一个人, 偷偷的。 他太太没事, 非要跟着过来打牌。 偷偷的? 那还带老婆? 不是那种事, 是那种秘密公干, 嘀嘀咕咕的那种。 原来是北平战长, 要带太太来啊, 却凭打算将这个情况告诉于泽诚, 于是便借着拿麻将的理由, 和他通了电话。 老于, 是我。 什么事? 咱家那副麻将放哪了? 在放针线的抽屉里, 你一个人还打呀? 不是, 站长家那副少了个红钟, 我想把咱家这副拿去。 中午北平的乔战长来, 梅姐让我过去玩一会儿。 哦, 那你可得当心啊, 乔战长他们肯定打得特别好, 小心输钱你。 不是, 乔战长忙, 有大事不玩, 梅姐让我们过去陪乔太太玩。 哦, 那你去那个抽屉里找找吧。 乔战长要来天津, 肯定与这个袁佩玲有关系, 因为情报上表示, 这个袁佩玲是要送往北平的, 这个乔战长刚好这个时候来, 难道是接人的? 不行, 于泽成心想, 必须尽快将袁佩玲的藏身点找到。 自己随便找了个由头来见战长。 与乔战长相互认识后, 于泽成提议中午去大运服酒楼接待乔战长。 得到无尽忠的同意后, 于泽成便去安排了。 可中午的时候, 于泽成却接到酒楼打来的电话, 问他们什么时候来吃饭。 于泽成明白, 这俩人根本就没去酒楼, 而是去了其他地方。 他们没有去安排好的酒楼吃饭, 这是意料之中的。 这说明吃饭的人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人, 应该就是袁佩玲。 谁负责保护这个人呢? 不是丽雅, 就是陆桥山。 如果是他们俩其中的一个, 那他现在就应该跟他们在一起。 那么保护这个人, 安全的会是谁呢? 于泽成拿起了电话, 接电话的是陆桥山本人, 说明他没有与站长他们一起出去。 接着他又给李牙打去了电话。 喂? 于泽成? 李队长在吗? 不在。 去哪儿了? 我找他有急事啊。 不知道。 你有什么事? 我让他回来给你回电话吧。 李牙出去了, 说明这个袁佩玲, 一定是在李牙的手上了。 那他会将人藏在哪里呢? 中午, 于泽成与陆桥山喝咖啡。 陆桥山问于泽成对李牙怎么看, 于泽成回道, 是不是觉得他最近太招摇了? 抢了你的风头? 这个是你说的啊? 是我说的。 最后于泽成又说出了很多, 看不惯李牙地方。 这些话狠得陆桥山胃口, 笑着连连点头。 吐槽完了战里的这些事, 于泽成感慨道, 李牙现在也不好过, 整天都累着跟狗似的。 可这回陆桥山却狠狠地说了句, 接着陆桥山又向他透露道, 不光李牙去妓院, 就连北平的乔战长也去。 这句话一下点醒了于泽成, 李牙经常去妓院, 就连乔战长也去。 那里肯定有他们非去不可的理由, 而这个理由很有可能就是袁佩玲。 袁佩玲到底被李牙藏在了什么地方? 或是妓院吗? 于泽成又是否能顺利完成任务呢? 这个咱们下期再说, 喜欢的朋友麻烦大家帮忙评论点赞加关注。 我在这里先行拜谢了。